- 柯P對老婆平常還是這麼溫柔嗎? - 今天是傳這個叫嗎? - 可能不對,不好嗎? - 不好,不好 - 嗨,大家好,我是柯P傳教士 - 今天要傳什麼叫咧? - 柯P,柯P,我的車子現在雨刷前檔都刷不乾淨 - 就救我的車吧! - 喔,好,沒問題 - 柯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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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P - 柯P呃,柯P - 那今天傳什麼叫就是傳這個雨刷 - 雨刷會跳動的原因是什麼? - 我們等一下來探討一下 - 帶大家去看一下,走 - 好吧,出力好嗎? 這樣就好了 對啊 換下去就好啊 這樣清白就好 玻璃又好像蠟燒 要處理這個嗎 這就要進階了 你開起來會怎樣 擁有的 嗯 擁有的 那就要用一下 我來處理 這個啊 一般民眾應該拿不到 我沒買的可能這個都買得到 可是你用手下去用也是可以 可是效果沒有用氣動 好 就是清玻璃的清潔劑 有什麼啊 現在咧 現在要洗一洗的 先把因為太髒了嘛 太垃圾了 我們要洗好乾淨 水啊 水用黏住的 有沒有 水用黏住的 玻璃先洗一下 前檔玻璃要多久洗 多久洗 其實你要看你使用的地方 比如說我們南港這邊常下雨 越久沒有去弄它 它帳戶就卡上去了 所以要常洗 那它基本上是卡什麼的 會比較多 油膜還是 因為你說到油膜這個東西啊 油膜有些你看 你在大卡車的後面 大卡車因為那是拆油的 所以它噴出來的油會比較多 所以有時候你玻璃啊 時常就看到油油的 閃閃亮亮的這樣 就要了 其實不用擦乾 因為我們等一下要除油膜 所以試試的就可以了 除油膜的動作 對 除油膜的動作 直接倒上去而已 其實這個 因為一般我們用手推很慢嘛 其實這種有個好處就是它比較均勻 剩一半就好了 柯P在問你一下 那市售的那個像什麼玻璃粉那些的作用是不是跟這個是差不多 其實都大同小異耶 其實你現在房間太多了 每個人喜歡的牌子也不一樣 那我們先把它洗掉 這支除油膜呢 意思就是要把油膜除掉之後啊 你上鋪水器才有用 應該是這樣講 你要直接上鋪水器也是可以 可是它效果沒有 除油膜過後的效果好 如果一般想要用手去判斷 其實用手摸起來可能沒什麼感覺啊 假設這是你的車 你在開的時候 你在刷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會有一個像油 像彩虹一樣 就是上面很多油 但是對 最明顯最好辨別的方法 玻璃擦乾嗎 對 先擦乾 如果你要讓波水器更快乾啊 你可以車子發動 發動之後吹暖氣 把玻璃弄熱 上去會更快 來 我把它先發動了 A就是先洗乾淨 B就是出油膜 C就是上去了 主要就是它吸這個 對 波水器 要上去 我確定它乾了之後再來上 我確定它乾了之後再來上 好 比上去而已 一般來講我都會先 我習慣會先橫的 就這樣慢慢的左右來回 對 速度不能快 均勻啊 就是對 慢慢的就好了 好 這是第一層嘛 一般來講我們會左邊塗完塗右邊 好 又左右這樣 因為左右塗回來又可以上第二層 如果你效果要很好啊 要撐更久啊 其實今天塗完之後 好 碰到隔天又再上第二層 會耐得更久 之前我這樣用啊 兩個多月沒有再補 它效果還不錯 好 我們就快轉 不要 對 換了第二層嘛 第二次我會上紙 好 碰到隔天又再補 這樣就等乾了之後 把它擦掉就好了 其實老師講你塗得越久越均勻 當然是對你的車 當然是效果會更好 所以平常大概要等多久 最早要靜置個15分鐘以上 哇咧 你那可以拿水來噴看看 好 你看喔 把水管移開 你看它 早上已經有了 往下煮 哇 水珠 你看它會變成水珠 對 它就會流走 如果你在開的話 它會往後飛 所以你說要根本就不用再用了 今天傳教室到這邊 你不知道大家清不清楚 留言的我會隨機抽取三位教友 香油後面的鍍膜有半折的優惠 如果不清楚的話也可以留言 我會去回答 好 記得幫我開啟小鈴鐺 分享 訂閱 好 拜拜 好 拜拜 Kobe 對老婆平常是這麼溫柔嗎 哈哈哈哈 現在是穿這個樣子嗎 哈哈哈哈 當然啦 你對老婆好老婆就對你好 我常常講啊 你不理車車感覺會不理你 Kobe 你在那邊唱歌 他已經下鍋了 你以為我叫我 不理他 我們能做一碗 只能做一碗 請教育 對 很好難的 說叫我 沒辦法把人家做 這好 不知道怎麼會換的 沒有 我踩下去而已 還有喔 這個要小心喔 不要讓它彈回去 嗯 OG會把玻璃交過 我們選出來 我們是傳教室 我今天要彈什麼教 不要 啊先開場嗎 對 對 對 上課的內容 不是 沒有了 都是給大家清楚嗎 你敢這麼說嗎 你敢這麼說嗎